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华今天在击打亚罗士的出席活动时 斥责一些政治领袖在六周选举开打之际 为了自身政治利益不惜越界侮辱王室 他认为这显示有关领袖在执政的时候没有表现 才会苟急跳墙地牵扯马来同志者 他敦促政治领袖拿捏分寸 不能罔顾国家法律或触及敏感议题 安华还与戴讽刺的要求给个机会 让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好好合作 但不能态度傲慢 没有明确方向 又只会谩骂抨击 犯错了才来道歉 言辞间虽然没有点名 但相信安华所指的对象就是沙努西 安华还在活动上宣布发放好几批拨款 包括480万令吉给击打区域发展机构 感谢观看